是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 我們的政府 所以除了海外網路的購物 也有越來越多人 可能會選擇到菲律賓去遊學 或者是找菲律賓人 當成英文老師 那這些小額費用 必須就需要使用跨國匯率了 配合政府這一次的新南向政策 所以我們鄰近的國家 比方說越南 印尼 菲律賓 這些國家 我們是都有淚入這一次五折的優惠 手續費我非常的透明 那我在這邊匯多少 那邊就入多少 那上午匯 下午就可以收到了 它又經濟又實惠又安全性的 一個國際跨境匯款 有別於部分業者 向要調整跨境匯款的手續費 有本土銀行業者 就推出了優惠活動 提供民眾更便利的小額 跨國匯款服務 好的 好 好 有 有